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今天讲第11讲,大概内容是两块 一块是二阶动态电路和状态方程的列写 那么大概分三节,一个是经典的解法 这个刚才我在课前让大家看了 还有一个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去定性的来分析一下 它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就是状态方程的列写 关于状态方程怎么求解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就不再介绍 我要讲一下二阶动态电路经典解法 今天这堂课,大家听课的时候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通过一个例子 大家通过这个例子的学习 能够掌握球解二阶电路的方法和步骤 掌握一个方法和步骤 那么然后我们总结一下一般的规律 举个例题,大家再做一做 所以在这个中间可能会碰到很多数学的运算 那么同学们不要过分的去追究这个运算 到底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数怎么过来的 这些工作我们都留在大家课外去进一步的学习 所以着重的我们是要掌握它的方法和步骤 那么我们讲对一个二阶的动态电路 我们要去列它的方程 那么不管是动态电路还是电阻电路 我们列方程的原则总归是 一个离不开Giohoff的两个定律 KCL和KVL定律 一个呢,元件的特性 那么对于我们动态电路来说 显然是引流了电感和电容元件 所以要加一个电感和电容元件的约束方程 以及Ohm定律 那就是电阻上电压和电的关系 另外还有两个KCL和KVL方程 那么根据这个列出来的方程呢 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微风积分方程 接下来当然要做个整理 做个整理 那么这个工作呢 是做起来也有点工作量的 有点工作量的 那么得到一个二阶的微风方程 得到一个二阶的微风方程 好,那我们以这个RLC串联电路 RLC串联电路 我们来看一下去列写怎么样 列写方程 那我们现在列出来一个是 这是一个KVL方程 KVL方程 电容电压等于电感电压 加上电阻的电压 UC等于LDIDT 加上R乘IR 那么另外呢 这个电容里的电流 注意这个CDODT是向下的 而RL是向右的 所以这两个电流是差一个符号 这是KCL 这是KVL 那么列出来的是 一个连力方程组 我们要去把它整理成 以一个变量出现的 这样一个二阶的微风方程 那么对于这个呢 我们可以用UC 用UC带入下色 就是拿上面这个式子 UC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可以得到 以电感电流RL为变量的 微风方程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把 RL带到上面这个式子里头来 是吧 那么得到了是以这个UC为变量的 这样一个方程 那么我们在电路里头 除了选择UC和RL以外 其他的变量都可以拿来列写方程 比如说UR和UL 电阻电压和电感电压 以这两个变量 你去列写微风方程 这个呢留给大家课外去练习 那么拿这个四个变量 去列写出来的微风方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方程的系数 我们可以得到 不管是以哪个变量去列写 他们得到的方程是一样的 它的方程它的系数是一样的 当然变量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 这个特征方程是相同的 对吧 特征方程是相同的 那么特征方程相同 就意味着特征根是一样的 特征根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从这个地方可以总结出来 就是说 对于一个二阶电路 我们不管去选用 哪个作为一个变量 去列写方程 都可以得到这个电路的特征根 那么这个电路的特征根 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固有频率 这个电路的固有频率 我们列方程呢 就讲到这儿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解这个方程 我们能以这个电路为例 这个电容电压 有个初始电压 是个三伏电压 电感没有电流 在T等于0的时候 合上开关 我们求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 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 那么首先列方程 大家不管有没有初始电压 列出来的方程跟刚才的 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列出来的方程 是这样的一个方程 那么要解这个方程的话 我们首先要求其次方程的通解 第一步求其次方程通解 那么这个通解的话 我们也把它叫做自由分量 叫做自由分量 要求通解 那我们第一步要求特征方程 要求特征根 好 我们拿这个方程 取它的一个其次方程 等号右边是0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电路 因为是一个0输入的电路 列出来的等号右边就是0 如果有接力源的 等号右边不会是0的 那么我们先取它的这个其次方程 然后呢 我们先把数带进去 把LC带进去 那么这里这个R呢 是一个变量 我们有5O 4O和1O 那就分别讨论不同情况下的 电压和电流了 我们R得先放在这儿 那么这是一个其次方程 有7次方程可以得到特征方程 特征方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二阶电路 列出来的特征方程呢 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 那么大家都知道 解阅二次方程 要根据判别式 对吧 逼逼方简 CAC 大于0 等于0 小于0 那么根的情况不同 我们讲根的情况不同 那么它响应的形式就不一样的 响应的形式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R等于5O带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判别式是大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根呢 是两个不等的十根 两个不等的十根 那么它的解的形式 应该是两个指数向相加 两个指数向相加是A1 E的PT 加上A2 E的P2 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到R等于4O R等于4O带进去的话 一样的解法 我们可以得出来 它是一个重根 就是P1 P2是个重根 那么它的解答 显然不是这个形式了 对吧 应该有一项是带T的 它的形式是A1 E的PT 加上A2 T E的PT 那么这个里头 A1和A2 都是带定的系数 带定的系数 那么还有R等于1O 当R等于1O的时候 那么求出来的根 是一对共额的辅根 一对共额的辅根 那么它解的形式 肯定带定的辅根 肯定带有三颗三颗下 就这样一个形式 K E的 这样一个 E的一个指数 指数下 然后是一个正弦 是个正弦下 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电队的不同 那么这个电容电压的自由分量 它的形式也不同的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求出了它的这个自由分量的形式 自由分量的形式 那么下面呢 应该求它的非其次方程的特解 这个特解 我们把它叫做强制分量 一个是自由分量 这个是强制分量 那么对直流电路和正弦稳态电路的话呢 就是电路里的稳态解 对于正弦激励 我们下一讲要讲 那么在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特解是零 因为它这个没有激励源 是吧没有激励源 到了稳定状态呢 电容跌压呢 能量放光呢 电容跌压就是零了 那么总的解答应该是 特解加上通解 或者说自由分量加上强制分量 也就是这个表达式 那么在这儿的话就只有一个强制分量 但是这一步你是不可以忘掉的 不可以忘掉的 那么既然我们解的形式给出来了以后 下面就要定这两个系数 那么定这两个系数的话呢 就要有粗值了 在求解数学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粗值都是题目告诉你的 这个粗值应该有一个 这个函数本身 对吧 比如说UC的话 应该有个UC0是多少 还要有它的一阶导数的粗值是多少 要求这两个粗值 那么对于这两个粗值的话呢 那我们在电路里头怎么去求呢 对吧 好 我们讲题目告诉你头 UC0正等于0 等于三伏 L0正等于0 就是题目告诉你的 题目告诉你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求解一个 DUCDT 就是UC变量一阶导数的粗值 那么这个一阶导数的粗值 我们在一阶电路里头 在西蒂克的时候 朱老师也给大家讲过 根据这个电容电压电容电流的这个物理概念 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这个电容的电流粗值来得到 是吧 所以这个CVCDODT呢 就等于I 等于I IC那么等于负的RL 等于负的RL 所以DUCDT在零正时候的值呢 应该等于C分之一 RL零正的值 所以等于0 有了这个UC零正等于3V 和它一阶导数的粗值是0 我们完全可以来定 A1和L这两个常数 那么同样我们把这个粗值条件 用到前面这个三种情况 把它的解解出来 我想这个都是数学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要把粗值带入全解 注意啊 这个地方我们强调一下 带入全解 而不是带入带入两个带定常数的 这样一个自由分量里头去求 那么我们带到这个全解 我们这个是全解带进去 是吧 这两个式子 得出来A1和L 那么解答就完了 是吧 解答就有了 那么同样的R等于4O 也可以定 定出来是A1和L 解答是这个 是吧 把系数写上去 那么R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定K和θ K是3.1 θ是75.5度 那么得到它的解答 那么从来到这为止 按理说 我们这个电路已经解完了 是吧 UC也得到了 对吧 UC和得到了 如果要求IC的话呢 那就只要求个导数 RL呢 填个符号 就可以得到 那么这里的数学的问题比较多 数学问题比较多 我们求RL RL呢 我们只要拿它去求一个导数 对吧 RL等于负的CDODT RL等于负的CDODT 出现这个符号 是因为参考方向的问题 参考方向的问题 那么我们求一下导数 就可以得到了 这三种情况下的 电感电流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得到 那么如果说解一个数学问题 我们都知道就应该解完了 但是我们解的是一个实际的电路问题 所以我们下来还要讨论一个能量的关系 讨论它的物理本质 讨论它的物理本质 画一下它的波形图 画一下它的波形图 大家注意在分析动态电路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就是把波形图 和你这个解析表达式 要结合起来讨论 那么你对物理本质的理解呢 可能更深刻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到R等于5O的时候 那么电容电压是两个指数项 是两个指数项 我们给它仿真一下 可以得出它的波形 得出它的波形 那么对于这个电感电流 我们也做一个仿真 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先上升再下降 而电容电压呢 就一直从三伏就下降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要讨论一下电感和电容 和电阻之间 它的能量是怎么交换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电容的电压呢 是从初始至三伏 一直在不断的衰减 不断的衰减到零 而电感的电流呢 是从初始至零开始 那么它是先上升 先上升 然后到一个最大值 然后呢 再下降 再下降 所以我们在讨论电容和电感 之间能量交换的时候 实际上要分成两段 我们以这个电感电流的最大值 这点个时刻 把它分成前半和后半 是吧 因为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之间 电容电压在下降 在减少 那也就是说 电容里的电厂的能量 是在不断的在送出去 送出去 而电感的电流呢 是在不断的增加 那也就是说 电感里的磁场的能量 在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个能量是哪来的呢 可能是电容给了电感 对吧 电容给了电感 所以我们画了能量分配的话呢 电感 电容电压下降 那么它释放能量 一部分 给电感 变成磁场的能量 储存在电感里头 是吧 那么还有一部分 既然电路里头有电流的话呢 那么在电阻上呢 一定是iPhone2 它是要消耗掉的 是消耗掉的 这是 前半个 前半个时间段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个时间段以后的话呢 电容电压在下降 而电感电流呢 也在下降 也就是说 这个电厂能量和资产能量 都在往外释放 通过电阻 慢慢的就消耗掉了 等到能量消耗完了 那么我们讲过的过程 也就结束了 结束了 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 不管是电容的电压 还是电感的电流 它都是一个单调的在那儿变化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非正当的放电 非正当的放电 那么待会相对于正当放电 大家可以看到 这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写了一个过阻尼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有个弹簧系统 大家在屋里头学过吧 我假如有个弹簧下面掉的重物 在上面有个弹簧掉的那儿 是吧 那么它有重力和弹簧力的作用呢 它是可以停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上 然后这两边就有一个滑块 那像我如果把这个拉下来 拉下来 我一杀手 那么弹簧可能要回去 那像回去的过程 是不是和这个摩擦力有关 如果摩擦力大 是不是这个弹簧慢慢慢慢回去 回到原来那个镜子的位置就不动了 对吧 如果你的摩擦力很小的话 那么你一杀手 它就上下上下上下 不断的不断的慢慢慢慢稳到这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我们想那个摩擦系统 在这个机械系统里的起的作用叫阻尼的作用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在电路里头 这个电阻呢 也实际上呢 我们把它也叫做 这个阻尼的作用 在这呢 是个过阻尼的状态 过阻尼的状态 它是不会震荡的 不会震荡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R等于4欧 电阻减少 相当于那个系统里头摩擦力在减少 那么电阻减少 减少515欧减少了4欧的话呢 我们做一下它的波形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 波形图和刚才过阻尼的状态 它的波形图是形式上是一样的啊 形式上是一样的 当然凯数表达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每个时刻的值 它也是不同的啊 也是不同的 那么能量的关系呢 跟刚才的分析呢 也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震荡的放电啊 这个临界阻尼啊 R等于4欧的时候呢 是属于一个临界阻尼 那么我们把电阻再减少啊 电阻再减少 比如说当电阻等于U的时候 那么它的解答的形式呢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啊 有一个指数有个正弦 我们用仿正一下 那么它的波形呢 就这样一个 在一个这个T轴的上下 T轴的上下都会出现波形 我们讲它就发生了震荡啊 发生了震荡 并且这个震荡的腐值 在随着时间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增加 震荡的腐值在不断的减少 最后到零啊 最后到零啊 所以它这个衰减的震荡啊 这个衰减的震荡啊 那么这个 它的衰减的这个包楼线啊 这样一个包楼线 实际上就是由我们这个 一的负αT呢 来决定的啊 一αT来决定的啊 而这个周期啊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 也是有周期的 这个周期呢 是由它来决定的啊 这个叫做阻尼震荡 小频率啊 这个αT 这个α呢 就我们把它叫做衰减系数啊 衰减系数 所以这个波形 可能跟Omd有关 可能跟α有关 是吧 那我们再看看电感 电感也是这个形式 是吧 K1的负αT3A 我们看T加上一个φ 角度啊 那么我们来仿正一下 它也是从零开始啊 好 辅着大 然后到负 然后再正再负啊 是个震荡的过程啊 所以我们讲 它是一个衰减的震荡 属于嵌阻尼啊 属于嵌阻尼的状态啊 属于嵌阻尼的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它这个能量的关系 大家想这个 它这个震荡的过程 肯定是电感和电容之间 会进行不断的能量的 在这个交换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 先来看一下啊 我们看这个半个这个半个周期 从最大值到这个负的最大值啊 那就是说这个零到这个零啊 看这个 这个过程 电感电流是上升下降 电容电压是下降 我们看第下半个周期 这下半个周期 电感电流是反方向的一个增大 对吧 而电容电流呢 也是从个负的最大值呢 慢慢减少啊 慢慢减少 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要分析前半个周期的能量的过程 那么后半个周期 这个能量呢 过程应该是跟它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以半个周期为例 来讨论它们能量的关系 啊 我们取半个周期啊 那么就是这个最大值到这个负的最大值 这样一个半个周期 也就是零到零这个周期 那么要大家去分段去讨论的话 你看应该分几段呢 主要看电感电流 电容电压增大减少 第一段 我们还是分在这个最大值这一段 对不对 分在这一段啊 分在这一段啊 这个是 这个是 一直增大 这个呢 一直是减少 所以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还有一段应该分在哪 是不是分在这一段 这一点 分在这一点啊 待会啊 我们待会再 分在分在这一点啊 分在这一点的话呢 也就是在这个一点 对吧 那鼠标点的那一点 那个电容电压是不是要 变成零以后 是不是反方向增大了 它的绝对值要增加了啊 原来是减少 现在绝对值在增加 那就反方向要充电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分一段 这个地方分一段 那么下来的话 电感到这 电感到零了吧 电感是不是反方向增大了 再画一段啊 我们先讨论这一段啊 在这一段里头 它能量是怎么样的呢 电容电压在下降 电感电流在增大 那么电厂的能量在释放 磁场的能量在增大 跟刚才分析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 这个我写成是48.4T 小于75.5度 这个角度是怎么得到的呢 好得到啊 RL知道了对吧 RL知道了 它最大值你能不能求出来啊 什么时候它的最大值啊 这就能得到了啊 那么在这一段里头呢 我们讲了电容在释放能量 电感在储存能量 而电阻上呢在消耗能量 好我们分第二段啊 分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段的话呢 电容在电压在减少 电感的电流已经到了最大值 它也开始减少 那么就是说 电厂和制弹的能量都在释放 通过电阻消耗 是吧 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是通过电阻消耗 那么我们再看后面一段啊 这一段 这一段呢 电感电流还是不断的在减少 一个减少到零 那就是制弹能量还在释放 而电厂的能量 电容里头 电压绝对是在增大 那么电容反方向充电 是吧 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绝对是增大 那么也就是说 电感释放的 这个能量 一方面给电容反方向充电 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电阻 在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 我们讨论了半个周期 这个能量的关系啊 你看电容给电感 然后两个都同时送出去 然后电感又给电容 大家想到了后半个周期 是不是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电感和电容之间在不断的交换能量 最终 经过电阻上 是吧 越交换能量 交换数量越小 消耗掉 是吧 所以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重复 最后呢 UC和RL呢都衰减到零 衰减到零 所以这个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转换的过程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种特殊情况 当电阻失灵 电阻失灵 就这个电路里只有电感和电容了 那么我们来解一下它的方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答是什么 LDI-T LC-UC-T加到UC等于零 那么这个是它的 它真方程 它真根是一个共额的虚根 没有十步了 没有十步了 那么这个十步实际上反应在哪 反正在1的负αT上 对吧 没有十步了 那么它的解答呢 这个地方K1的负αT α是0了 对吧 这次常数是1了 所以就没有那个指数衰减项了 显然它是一个 辅值都是这么大的 辅值这么大的 那么下面我们还要定两个系数 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根据这两个 3和0来定出这个K和θ 我们可以得到UC UC是3cos50T 是从3伏开始 它是个cos的波形 最大数是3伏 那么是个cos的波形 显然它是一个等伏的震荡 等伏的震荡 那么电感的电流呢 那我们求个导数 填个负号 填个负号求个导数 它也是一个等伏的震荡 等伏的震荡 所以在R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是得到的这个等伏的震荡 等伏的震荡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无阻尼的状态 出一个无阻尼的状态 那么能量的关系就比较简单了 能量的关系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这个半个四分之一周期里头 电容电压在下降 电感电流在增大 我们看到电容电压是0的时候 电感电流最大 电感电流最大 那也就是说 电感和电容总的能量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在这过程中间 电容给了电感 那么到了第二个四分之一周期 同样的是这样 电感能量在释放 一直释放到0 电容反方向充电到最大值 所以它是不消耗 在这过程中间没有电阻 那么没有消耗 所以它是个等伏震荡 那么通过刚才我们这个例子的讨论 我们应该对于一个二阶电路 我们怎么去求解 应该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我们讲过了 我们要通过这个例子 把它的求解步骤要掌握了 求解方法掌握了 我们来小结一下 那么我们拿到一个二阶电路 我们用经典法来求解 过的过程 二阶电路不像一阶电路 那么有三腰素公式 一代就可以得到结果 它只能老老实实的 按照这个几步走 第一步 列写微风方程 第二步求特征根 写出自由分量 第三步求强制分量 第四步写全解 然后求两个初值 把系数定出来 我们要讨论物理过程 要画它的波形 这个是一个二阶电路的 一般的求解的方法 可能数学味比较浓一点 这个里头 其实一方程是电路的问题 那么还有呢 初值的确定是一个电路的问题 其他的都是数学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 下来要把附录 对那个二阶微风方程怎么求 这个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种情况 我们把它列在一个表里头 我们书上也有这样一个表 我们根根根根根根的不同的形式 有供额须根 有供额腐根 有相等的石根 就是重根了 有不等的石根 那么就无阻尼 欠阻尼 临界阻尼到过阻尼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电阻在不断的增大 电阻在不断的增大 那么到这个表格里头出现了一些数 出现了一个变量的名称 我们讲P1和P2在这 P1和P2就是特征根 两个不等的特征根 当是两个不等的特征根的时候 它的解答的形式是它 重根的时候 解答的形式还是它 那么当是一个震荡的 它的过程过程的性质是震荡的话 那么就是P1 因为是个共和辅数了 我们还要用实数的形式来表示的话 那么肯定是一个指数衰减的这样一个波形 所以它就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Delta 这个是根了 P Delta 一个是Omega D Omega D 那么这个叫做衰减系数 这个叫做阻尼震荡脚频率 就是大家画的一个 画出来仿生出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周期 它反映的是那个周期 而这里头这个Omega 0 Omega 0就是无阻尼震荡的脚频率 就电阻是0的时候 无阻尼震荡的脚频率 那么我们把这个二阶电路就算介绍完了 我们下面通过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做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击尼震荡脚的一个击尼震源 通过一个电阻 通过一个电阻串联 那么接到L和C并联之路上 显然这个电路是个二阶电路 因为你一拿来一看这个电路里头 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储能元件 它不可能传传病病 给它消除了 所以它是个二阶电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有个五十幅 那它就是不是零输入了 我们刚才提的是零输入 毕竟我们看一下条件 给定的电感电流的出值是两岸 电感电流出值是两岸 电容的电压是零 电容的电压是零 有的同学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说你这个电感电流是两岸 这个电压是零 你怎么给它的 咱们不管这个 咱们就管有这个电路 我觉得那个时刻 它的值是这个值 那我们现在求什么呢 求电感电流 求电感你的电流 我们还求电阻的电流 那么大家想 我上来应该是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我拿到要解个二阶电路 我想上来第一步 应该要目标要特别明确 马上我要找到特征根 对不对 因为只有知道了特征根 你就可以写它一般解的形式 所以上来就找特征根 找特征根 写出一般解的形式 那么要找特征根的话 我们就要找特征方程 要找特征方程 就要找其次方程 对不对 那么找其次方程 在我们电路里头 怎么去实现 找出的的是其次方程呢 是把电源给它处理掉 电源短路电流源 开路 那么我们就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得到其次方程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电源怎么处理 因为有没有电源 不影响我们特征根 不影响我们特征根 第二个问题 我们到底以哪个变量 来列写方程 以哪个变量列写方程 哪个容易列 我是不是就有哪个列写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 随便你与哪个作为变量 去列写方程 得出来的特征根 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 不管你奇末要求 求的是哪个变量 那么我在求特征根的时候 我怎么方便 我们就怎么去 得到它的特征根 除非这个奇末 是规定了 让你以某个变量 为位置量 来列写方程 那你的老老实实 按它的要求来做 是吧 所以我们上来的话 对于这个电路的 零输入电路 我们去列写 微分方程 可能列出来的 就是奇字方程了 我们把五十伏短路 那么列的话 我们很容易 这个题 在这个节点上 列一下 KCL 对吧 CDODT IR等于IR 这是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 这两个电压 是不是相等的 UC等于LDIT 所以得出两个方程 两个方程 这是KPL 电容电压 和电格电压相等 这个是在这个节点上 列的KCL方程 那么这两个方程 我们给它整理一下 得到了以RL为变量的 这样一个二阶的 其次方程 其次方程 是吧 有了其次方程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特征方程 系数带进去 得到特征方程 那么求它的特征根 现在特征根有了 它是一对共和辅数 一对共和辅数 那么这个负的 这个100是个Delta Delta是100 所以这系数是100 这个100是 阻尼正当较频率 是100 OmegaD OmegaD 在这个式子里头 不出现Omega0 对吧 不出现Omega0 Omega0 你还要换算一下 换算一下 那么知道了 它的根是这样 一对共和辅数 根的话呢 我们马上就能写出 它自由分量的形式 自由分量的形式 所以我们写出 它的通解 通解 有两个系数 一个是K 一个是Theta 这两个系数 K1的负 AlphaT SiOmegaT 加上Theta 到这为止 我们就求了 它真根 有了通解 那么下面紧急着的 应该要求它的特解 求它的一个特解 那么我们根据电路图 来求特解的话呢 我们是求它的 稳太解 求稳太解 求稳太解嘛 电感相当于短路 电容相当于开路 那么电感电流在这儿嘛 电感电流的稳太值 就是50V除以2 R是50欧 所以它的特解是一样 好 有了通解 有了特解 那么全解就有了 是吧 全解就有了 全解写出来以后 我们再去定两个常数 一个是K 一个是Theta 那么这个常数 应该去 由哪两个处值来定呢 一个是RL0正 一个是DILDT0正 这两个处值来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对动态电路怎么样 求它导速的处值 导速的处值 这个已知的条件是 电感的电流是两岸 这个幻动定律过来了 对吧 电容的电压是零 是零 那么我还要求RL一阶导速的处值 这个一阶导速的处值 怎么求啊 根据一阶导速的处值 和哪个变量联系起来了 大家想一想 刚才电容是 CDUDT和RL联系起来了 那么在这儿 要DIDT的话 LDIDT就是UL 对吧 就UL 所以我们这么来联系起来 所以DILDT 这样一个电流 电感电流的一阶导速 实际上是和电感电压的 这个处值 是联系起来的 只要处于L就行了 而电感电压的处值 因为电感和电容是并联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是零 是零 所以有了这两个初始值以后 那么我们带到这个全解答 解答里头去 把K和θ定出来 把K和θ定出来 这个也很容易 把这个T带进 T等于零带进去 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把它求一阶导速 然后再把T等于零带进去 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都是数学问题 那我们可以解出来 可以解出来 这个K和θ 那么得到了它这个 哟 怎么回事 得到了它的一个 得到了这个解答 完了 这一放又要 从头来 好 得到了它的解答 这样子电感电流就解完了 电感电流解完了 那么大家还记得 题目还要求的什么变量 电阻电流 对吧 电阻电流 那我们想IR IR的话呢 怎么求呢 我 这个IR不是已经求出来了吗 我用这个回路 是不是可以求了 用这个回路 是吧 这个电压 减去电感电压 除以2 是不是得到IR了 我们求它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50这电源 减去电感电压 LDIT 再除以电阻 这个就是数学运上了 这个都不成问题的 那我们就得到了 电阻的电流 得到电阻电流 那么下面我们换一个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求 电阻的电流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求电阻的电流 有没有 大家想我能不能 撇开电感电流 我不用这个结果 我能不能上来就 求电阻的电流 能不能 如果说是能 那么会遇到什么问题 咱们这么来想 这个电路的 它真根 是不求到了 求到了吧 有了它真根 那么自由分量的形式 不管你是哪个变量 形式是不是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求它的特解 然后我们还要求两个处置 这两个处置应该是IR 领证和DIR领证 如果这两个领证都求出来 我们也可以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换个思路 我们知道这个电路的特征根 是一对共和幅根 那么在这个电路里头 不管你是以哪个变量 它的一般解的形式 都是K E的负αT加上3 OmT加上θ 对吧 而这个E呢 E是这个 它的一个特解 电阻电流的特解 这个电阻电流特解 就是这个电路 达到稳定状态的时候 这个电阻电流 我们讲稳定状态 电感短路 电容开路 对吧 电容开路 电感短路 所以呢 这个电流是50除以R R是50 所以是一样 所以它的全解的形式 是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个里头 这个K和这个θ 和我们刚才 电感电流的K和θ 完全不一样 因为什么 两个粗值不同 对吧 两个粗值不同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 一个粗值 是一个 I20正 I20正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 用临正电路来求 这个我们画的是个 临正电路 临正电路 电路电压是0 相当于短路 电感 处置是2安培 所以电流源来替代 那么我们可以求 它的这个 I20正的值 是吧 I20正的值 等于多少 R是5收 1安吧 是不是1安 这边是短路线吗 这边是短路了吗 这5收服务 都加到电阻上了 还是1安 所以初值是1安 初值是1安 那么还要求一个 DIRDT 这个东西 那么这四个物理意义 是什么呢 这个说不好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是DUCDT DIRDT 那么你可以分别 和电容电流 和电感的电压 你可以联系起来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 不太好说 不太好说 那么我们怎么去求 DIRDT的 临正的值呢 那要经过一个 变量的这样一个转移 用了其他的变量 来替代它 而其他变量的初值 是有物理意义的 是好求的 是好求的 所以我们讲 代求变量的导数 就是这个DIRDT 这个导数 转化为电路中间 另外一个变量 而那个变量的初值 是很容易求的 这样就可以得到了 在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 IC0正的值求一下 下面要用 IC0正 那么这是个0正电路 刚才我们讲 电桿电流是2安培 这个0正值是1安培 所以IC0正是负1 记住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变呢 其实也好做 我们讲这个IR IR和我们电路里头的 激励源有关 和电容电压有关 对吧 这个IR等于电容 50伏减去UC 这是UC 然后除以2 那么大家想 这个DUCDT的导数 是不是可以求的 DUCDT导数 就是C分之一 IC的0正值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它的这个DR DT的这样一个初值 这样一个初值 所以在这个二阶电路的 求解过程中间 我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列方程 列方程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要整理 列完了以后要整理 那么如果列零数路电路的方程呢 可能会简单一些 因为这样把激励源去掉了嘛 是吧 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求初值 这个恰恰是我们电路中间的一个 挺重点的地方 是吧 至于数学运算 那是数学大家都解决了的问题啊 好了 那么有了这两个初值啊 我们完全是可以定K和θ 这是总结一下 是吧 用临阵电路球 完了呢 根据物理概念 再去求其他灵阵的值啊 有了这两个初值 我们把它带到全节啊 带到全节 我们就可以定处 θ和K来得到它的解答 我们先到这儿休息一下